我有两个礼物要送给你 准备好了吗 干嘛 在所有的礼物当中 这双水晶鞋最费力气 是昨天晚上我派人去上海 连夜凌晨2点钟取来的 因为这里没有 这双水晶鞋给你穿上 反了吗 哎呀 实在没泡过妞 我完全不懂怎么操作 哎 你怎么知道她穿多大马呀 哎呀 我天天跟她在一起 好吧 天天看着她 哎 给我们走两步吧 哇 风美 灰姑娘的水晶鞋 哇 谢谢 谢谢了师傅 谢谢 第一次有人这样给我穿鞋 拿去 第二件事情是一个承诺 我认为比刚才写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更重要 如果下一次你再去参加什么活动 或者什么节目等等 需要有家人陪伴 吕教练现在不在了 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把我当成家人 我会在 而且还要穿着 乐视不送的水晶鞋 来吧 和导师们告别 太开心了 哎呀 太开心了 韩兰老师 加油 我会加油的 加油 因为你一直那么开心 哈哈哈 谢谢老师 嗯 有句话我要说啊 有句话我要说啊 我已经放号了已经 没事 有句话我要说啊 嗯 下去以后给她十块钱 对 鞋不能随便收 鞋不能随便送 对 鞋不能随便送 你根本不懂 瞎玩浪漫 都是 不能送鞋 不能送鞋的 中国文化 你完全是按照你自己想法 不能送鞋的 开什么玩笑 哎呀 那人家灰姑娘穿的 不都是水晶鞋 那是外国人 啪啪啪你 中国人装什么呢 你在那 所以没关系 我真 鞋是不能送的 为什么呢 所以你必须要收钱呢 哪怕一块钱一毛钱 中国有句话送鞋 就把鞋器给送给人家了 所以你必须给她十块钱 明白不吉利的 不能送鞋的 不用给那么多 一块钱就行了 一块钱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我前半里 有没有一笨 他什么意思啊 我到现在都没听 你以为你好像玩了个浪漫 给他一块钱啊 鞋不能随便送的 对 我告诉你 我就是鞋恶的化身 鞋鞋得正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放屁 别找 别找吧 别找吧 真的啊 给他一块钱 给他一块钱啊 但是我塞他兜里 没问题塞他兜里 一定要给他一块钱 完这鞋还好好收着 明白了吧 但是非常美非常美 只是他还是个孩子不懂 就是男人永远不懂女人的心 边呆着去 坐那呆着去 好吧 给他一块钱